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实行清零嘛 又没有内地的那种铁腕 要像西方那样放开嘛 中央又不让 所以现在是等于是要封城 然后学校都停课了 所有的学校都 大学也改上网课 所以我就没有必要留在那种要封城的地方 所以也是经过一些波折又跑回来了 现在处在隔离状态 那么隔离嘛还是可以上课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隔离中跟大家进行这种交流 也是一个也是等于是一个机会吧 那么今天我们先把我上次那个讲座中的 讲座以后那个群友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我先解答一下 本来应该在之后的两三天就应该回答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香港情况非常之多变 而且又要核酸啦 又要疫苗啦 又要筹备撤离啦 又上网课 又一下子上网课 一下子又不上 搞得人心惶惶 所以事情也比较多 那么现在我先回答一下上次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展开今天晚上的 也就可能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今天我们可能安排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这个问题一 想请教秦老师有关改革转型的问题 改革开放给了当时一代年轻人通过个人奋斗 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批人也正是时下社会最具影响力的人 而放眼当下 当代年轻人 95后 00后就业困难 内卷严重 对未来的期许 个人努力越来越不值钱 出身背景权重更大 但是改革不就是要改出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吗 为什么感觉改到现在的机会公平 甚至不如以前了呢 哪怕就连 哪怕就连所谓的自由 如果不是建立在权力和金钱的家庭基础上也是空谈 秦老师认为当下年轻人内卷 是改革必须经历的阵痛 还是所改革本身出了问题乃至错误呢 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讲 其实这些年哪怕就是到了最近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公平竞争这个问题 自由公平的竞争 这个环境当然是远远没有达到 但是比起改革前我觉得肯定是肯定是还是更好的 是吧 或者说改革前的情况是更加严重的 我觉得现在的青年人可能没有解解改革以前是个什么样子 是吧 左派朋友就说那个时代好像什么都是有保障的 那么有些右派朋友也觉得那个时候出生贫寒的人好像是通过党内斗争什么什么 好像是可以很容易上去 有很多火箭干部嘛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能是有问题的 改革以前那个时代一方面出生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是个狗仔子 老实说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参加高考升学就业都是受到限制的很多 那个时候的自清就是文革以前的自清很多都是由于家庭出生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个那个就根本在城里就不允许居住的 那个时候又有户口制度是吧 那个出生成分啊 黑五类红五类的那个 就是同样是那个不是出生不好的人 那你城里人和农民之间那个阶线也是非常之深的 当然当时为了农转飞 是吧 那个那个什么代价都可以付出的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说要凭本事竞争 那是根本谈不上的 那当时有一个竞争很激烈 那就是靠权力斗争 是吧靠高密啊 靠那种那种把别人整下去啊 什么什么 那的确像这种 像这种那种 黑箱的那种权力竞争 也的确是使一些 那个底层的人上去了 可是这种上去对一般的底层有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像我另外一个话题中谈到的 我说那个法家 中国情治下的法家就提倡不一倾向啊 问题是这个不一倾向对一般的不一 比贵族还要凶得多啊 是吧 就是我在我们公号里头讲的商鞅和那个 赵高不就是那个例子吗 是吧 你不要说什么科举考试使一些人 使一些底层的人能够上去 那就是比比这个科举流动性更大的 就是太监呢 三代贫农九代乞丐的人 一旦晋升为奴 受到皇上的宠信 一下子就可以 骑在朝官的头上作为作福啊 但是你说这些人 是吧 一个三代贫农九代乞丐的人 通过当太监掌了大权 对一般的贫农有好处吗 是吧 那肯定是更凶的嘛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现象肯定是最高 是最糟的 是吧 那么改革以后当然曾经一度是改变了这种状况 所以八十年代那个时候 人们的心情是最乐观的 像我们这些人也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这个时候改变了命运的 但到了现在情况越来越又离我 的确是让人失望 这个让人失望到底很简单嘛 一方面就是改革现在停滞了嘛 是吧 尤其是这个 大家知道 那个前些年不是有人就已经讲了嘛 就是如果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话 经济改革也会受到阻碍 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那个垄断啊关系啊 这些这些东西越来越厉害 是吧 而且权权结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当然会使很多人 很多人都感到失望 尤其是如果不了解 改革以前中国状况的人 甚至有一些人会认为 还不如改革以前 包括现在很多人对 毛主席产生很多 那个时代产生很多浪漫的想象 我觉得也是因为 既失望于现在又不了 又对过去没有深刻的了解 我们现在也不许反思 就是那个时代带来的一种误解 那么我觉得当然改革在走向 我这里仅仅是讲走向 并没有说 并没有说已经到达了 是吧 就是在走向一个机会公平 第一个公平竞争的时代 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不少的进步 当然最近这些年是倒退 但是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也只有继续想办法推进这个改革 是吧 这个倒退肯定是没有出路的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也并不是所谓的改革转型 所必经历的阵痛 是吧 如果要说阵痛的话 那是在改革进行中才能叫阵痛 如果改革本身都在倒退 那就不能叫阵痛了 是吧 这个像那个东欧是曾经经历过阵痛的 那么中国在90年代国企改革的那一阵子 也可以叫做阵痛 是吧 那个几千万人下岗啊 什么什么 但是这个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过去了 那个国企改革非常不公平 但是他毕竟还是在搞市场化 那么现在应该说就是倒回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能叫做阵痛 用一句传统的话 用改革前的一句传统的话讲 这倒有点所谓的吃二变苦受二茶醉的味道 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 当然还是要 我们要 还是要走改革的路了 这个当然很不容易 这是第一 下一个群友说 他说这个 他说这个 我 头一节课讲的这个蒙古 就是俄罗斯的 罗斯的达达化问题 这个群友说 蒙古给西方带去了东方专制主义 亚洲北部的游牧民族 似乎专制色彩并不是很隆重 可是蒙古作为一个当时新兴崛起的草原势力 迅速向西占领了亚洲欧洲的大片土地 并使用东方的专制统治当地 这种专制思想是从何而来的呢 是蒙古人自己的文化基因里 自带的还是当时的中原王朝 像宋辽敬等学来的呢 另外这个达达利亚这个蒙古大帝国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而在后世又被刻意掩盖在了历史中呢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文化基因这个说法我是从来都不赞成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个历史的之前和之后之间没有一定的那种因果关系 以前的历史当然是会和以后会有影响 游牧民族应该说它的那个专制色彩不如和那些像中原那样的文明民族相比是不一样的 首先就是因为游牧民族是从事征服的嘛 所以他们的专制他们的不平等其实主要是征服者与不平 与被征服者之间的不平等 而在征服者内部因为他们人很少嘛 所以相对而言往往是整个民族都处于特权状态 像清代的齐人呢 那个元朝的蒙古人也 本身人很少 所以他们本身整个族群都是特权者 但是实际上要说专制还是很专制的 是吧 包括满族的留法不留头 留头不留法 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当然就是不见得比汉族更温和 是吧 所以你要说他专制不专制 我可以说也许在他们族群内部并不专制 可是你说金战汉国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 那当然还是专制的 但是这个专制 当然金战汉国也从那个辽金元学去了农业文明中的一些东西 因为金战汉国的蒙古人本身你可以说他是游牧出身的 但是基辅罗斯尤其是那个东北罗斯那一带地方 应该说还是有农业文明的 是吧 所以他们也是从蒙古帝国本身在统治 统治农业地区以后 也有一套那种从农业地区来的 包括宜战啊 包括户口统计啊 包括守税啊 那么这一套东西当然是 我觉得也是他们带到那边去的 至于说 那个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是基因吧 总而言之人是需要学习的嘛 你即使原来没有这个基因 你也可以学嘛 是吧 那么至于这个所谓的达达利亚 其实就是我们指的蒙古大帝国 蒙古大帝国当然是有的 这谁是世界上好像没有人说没没不存在吧 只是这个大帝国在后来分成四大汉国以后 实际上就等于是越来越只是一个名字了 是吧 因为蒙古虽然是有大汉的 整个蒙古帝国是有大汉的 而且蒙古大汉的那个位置始终是由元代的皇帝 名义上始终是由元代的皇帝来那个那个继承的 可是大家知道在元代建立的过程中 所谓的西北诸王 这个还不是其他三个汉国的 是吧 就是属于那个蒙古那一支的 那个西北汉王本身就是 就是不太认可 忽必烈 就是有分离的倾向 那么四大汉国当然就更是这样了 是吧 清查汉国啊 伊尔汉国啊 后来基本上就是就是和元帝国是没有多少是没有太密切的关系的 甚至他们的文化走向也不一样 是吧 大家知道那西边的那几个汉国后来基本上都伊斯兰化了 那么元朝却是从西藏接受了喇嘛教 所以那个所以这个帝国肯定是存在过 也没有人说它不存在 但是应该是存在的时间很短就逐渐解体了 当然解体以后也仍然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作为一个符号也还有这个称呼 但是实际上当然已经不起作用了 下面一个群友说从秦老师所讲的历史发展看 乌克兰既有民主共和或任何一种实行宪政的现代民主体制的诉求 他大概指的就是历史上有那种所谓的 两种诉求并存的局面 这句话我想这个群友大概就是受到以前我们讲那个武士运动 武士新文化运动的时候经常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旧王与启蒙的 就是所谓的旧王与启蒙的双重变咒 是吧 这个李泽厚先生很强调这一点 而且影响也很大 以至于后来他就把宪政的失败归纳为旧王压倒了启蒙 说实话这个说法我是不同意的 我在那个15年的那本《走出地质》那本书的后面的三章 基本上就是在反驳这个东西 我觉得旧王要求的启蒙和启蒙本身要求的启蒙 在那个个人解放这个问题上其实是一致的 但是呢中国如果说真正有问题是这个 这个这个个性解放这种启蒙也的确是搞了 但是它变成了主要是针对小共同体的个体解放 是吧 那么那么在中国这个情治的背景下 它往往会变成了重复以前的那个情治的一个悲剧 就是就是那个大共同体借助一种所谓的伪个人主义 把小共同体摧毁了以后 反而对个性导致了更严重的那种压抑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与其说是旧王压到启蒙 不如说是启蒙的一种异化吧 那么在乌克兰实际上也是一样 它在无论是旧王还是启蒙 其实都是要求那个自由民主的 但是这个自由民主在哈萨克在那个哥萨克的传统上 其实有很多弊病 这个我后面要讲到那个乌克兰第一共和和第二共和的时候 都存在着这种问题 那么当然周边的大国也不允许它有这个东西 尤其是尤其是如果说中国的那个启蒙的异化 主要是因为内部原因 因为中国本身的专制就是有很深厚的传统 但是乌克兰本身是没有什么中央集权专制的那种传统的 所以但是它周边的那些国家 尤其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 那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 所以他们的那个专制可能是外来输入的成分 当然就更大一点 这也使得这个外来输入的成分更大 加上他们本国那个盖特曼民族的那种内斗的那种传统 叠加的话就是他们的宪政道路当然也是比较坎坷 下一个朋友说 自18世纪彼得大帝到现在 俄国的精英分子一直是心心念念的想走进欧洲 但实际结果却是越来越远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秦老师不同意越来越远 可以改为始终没有走近 其实我说啊 这个如果就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言 显然他们想 他们你的确是可以说 他们是想要走进欧洲的 是吧 因为无论自由主义还是 还是社会主义的确都是从欧洲传来的 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 至少在中国 是吧 五四前后的自由主义者像胡适 社会主义者 至少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像陈独秀 都是激进的习化派 都是彻底的 都是激进的反传统派 是吧 但是如果 但是如果就俄罗斯而言 恐怕就不能这么 不能这么吹到彼得大帝去 因为彼得大帝既不是自由主义者 也不是社会主义者 恰恰相反 彼得大帝时 彼得大帝一直到叶卡吉利纳 那个时代 是俄罗斯专制不断强化 以及对社会的 那个俄罗斯人受奴役 就是农奴制不断加深的这么个过程 是吧 俄罗斯的农奴制的危机 这是指的经济了 以及政治上的逐渐有限制的因素 这都是叶卡吉利纳以后 是吧 就是启蒙时代以后才产生的现象 那个彼得大帝是在18世纪 彼得大帝那个时候 所谓的学习西方 其实有点像中国的洋务运动 主要是什么造枪造炮啊 学习海军啊 扩大征服力量 但是在政治上 彼得大帝其实走的是强化专制的路子 是吧 而不是我们知道17世纪英国已经有了光荣革命嘛 是吧 那么美国革命啊 什么也是在18世纪开始有了 但是俄国从彼得大帝到 叶卡吉利纳 叶卡吉利纳二世 是吧 应该说是专制制度不断巩固 中央集权的程度不断提高 从贵族制逐渐变成官僚制 是吧 在这个 在这一点上 俄国的这个时期有点像 那个中国的周情之际 是吧 那么当然 我们可以说 欧洲各国也曾经经历过一个 那个王权 增加 把贵族压下去的那么个阶段 是吧 像那个 路易十四啊 什么什么 那个时期啊 那么 沙皇在这个时期啊 第一是他比 是他比同时期的西方要更专制 第二 西方的专制是所谓的 我曾经多次讲过 很多人的 很多人理解为 叫做市民与王权的联盟 就是市民与王权联合起来 市民利用王权先把贵族给压下去 是吧 然后市民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 呃 市民力量壮大了以后 再把王权也给压下去 是吧 呃 但是俄国就不是这样 因为俄国当时市民的呃 就没有什么发展 而且尤其是呃 尤其是我上面讲的 如果俄国历史上有市民传统 有中世纪的市民传统的话 那基本上呃 典型的还是体现在诺夫哥罗德 可是诺夫哥罗德被 被那个莫斯科罗斯征服以后啊 实际上就大大的等于是倒退了 是吧 所以呃 俄国的那个彼得大帝以后呃 从西方学了一些技术 学了一些所谓的呃 军火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从政治体制来讲 本来从呃 呃 彼得大帝呃 呃 就是越走越远的 是吧 不是他一开始是心心念念的 想呃 想想 呃 想搞宪政 想搞那个呃 呃 想搞西方式的呃 呃 那个政治呃 呃 12月党人以后 俄国才真正呃 呃 在制度上是吧 产生了很强的学习西方的那个动力 呃 但是 当然了呃 这个过程是非常之坎坷 是吧 最近的一次努力 当然大家就知道 那就是 1991呃 1989年以后 就是戈尔巴乔夫到叶利勤这两代 是吧 出现了改革出现了民主化 出现了市场化 呃 那么呃 可以说这个改革啊 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勤时代 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欧洲 但是终于又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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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就是那个擦肩而过 是吧 现在又是呃 呃 好像是越来越远 不过这个越来越远 如果你说是普京时代可能是这样 如果你说彼得大帝以后就 如果你说彼得大帝以后一直是越来越远 那显然是不对的 呃 如果彼得大帝以后一直越来越远 那就不可能有1905年的 俄国里 沙皇立宪啊 1917年2月的共和制 乃至1989年到1991年的所谓的巨变了 呃 就今天的俄罗斯普京是很专制了 民主倒退了 呃 不过我一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 对吧 就是那个呃 俄罗斯用西方的眼光看那是民主倒退的很厉害 从俄国本土的角度讲 呃 那的确也是在倒退 不过如果横向比较 呃 我觉得还是一个呃 就是像那个楚安平讲的那样呃 呃 那个那个自由在现在的俄罗斯是多少的问题 可是在那个斯大林以及中国改革以前那种状况 那就是自由就是有无的问题了呃 即使是我们针对最近那个乌克兰和哈萨克这个事情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俄罗斯的那个议政空间虽然现在比叶利钦时代是大大的压缩 是吧 真正的呃 能够挑战那个那个统治者的反对派是很弱的 基本上是不成气候 但是至少言论的空间还是比 嗯 那个还是比一些极权国家要大得多 是吧 包括最近 那个不是网上都在流传吗 这也的确是的 就是俄国有一大批退育警官 而起来抗议那个俄国对乌克兰的政策 对吧要求普京辞职这个事情当然是有的 而且在俄国影响也是很大 是吧 其实在2004年2014年俄罗斯干涉乌克兰的时候 俄国都出现了几万人的呃反对派的游行啊 就是声援乌克兰的 像这样的是呃在那些真正的极权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呃 说说是越来越远 我觉得这显然不是事实了 呃 将来还会呃将来会走到哪一步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啊 但是这个现在当然是很不乐观了 那么现在有人提到啊 说是那个说戈萨克跟托洛茨基组建的第一支红军是什么关系 呃 说是经验已经给大家解释了 这个这个戈萨克在红军中的呃 呃地位 是吧 这里我要讲呃 今天提到那个呃 在呃 内战时期啊 骑兵是非常之呃重要的 那么苏联红军的骑兵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那一支戈萨克的骑兵 就是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 是吧 这个名气很大 呃 因为有很多文艺作品描写这支军队啊 包括什么精进的镇河啦 什么第一骑兵军啦 那个就是巴比尔的那个小说 是吧 还有很多电影 不过我这里也要讲那个呃 呃 在那个时代在坦克出现以前 那个各国军队都很重视骑兵 那么俄国这样一个呃 俄国这样一个拥有草原文化蒙古呃 呃 达达化背景的呃 这样的那个军事强国当然是一开始就很重视骑兵呃 俄国的哥萨克骑兵当然是很厉害 但是俄国的骑兵并不见得都是哥萨克骑兵 是吧 像那个俄国当年几个主要的骑兵将领啊 包括那个佛龙兵啊 包括那个呃 包括佛罗西罗夫啊 呃 其实他们都不是哥萨克 但是俄国的呃 那个那个像像布琼尼那是典型的红色哥萨克了 是吧 那个呃 白军中的哥萨克战将也是很有名的什么马蒙托夫啊 什么呃 呃 那个那个苏卡罗啊 呃 这些人都是啊 就两边的那个呃 骑兵都很有名 但是呃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骑兵和哥萨克混为一谈 那么非哥萨克的骑兵其实也还是呃 在红军中也还是很多的呃 而且我觉得呃呃 呃至少在红军中哥萨克骑兵的重要性可能还没有白军强啊 啊 那个那个 当然我们听说过的我们听的比较多的当然就是呃 像第一骑兵军那样的传奇呃 呃带有传奇色彩的了 呃 下面一个朋友提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他说 普京把自己定性为西方的保守主义者 他挺川批评拜登 他认为西方的左派自由派会毁了西方呃 呃 和某国不同土地不是非黑即白 他和西方的保守主义惺惺相惜 普京在西方得到不少保守主义人士的认可 他也利用这种认可不断的在向西方渗透 呃 呃我认我呃 秦老师认可这种说法吗 呃 呃 其实我当然知道在中国尤其是呃 呃我们的保守主义呃 呃 尤其是那个呃 呃 那个那个川普 呃 呃川普和拜登交替期间是吧 中国出现那种呃 呃华人中呃尤其是华人自由派中呃 因为那个川普和拜登之争导致 导致很大的撕裂这种情况下 对吧 有很多人的确是那个对保守 那个保守主义的那个那个夸张是很厉害的 对吧 不仅夸张到呃 不仅夸张到呃呃 呃那个那个川普也夸张到普京 甚至还有人夸张到缅甸的军政府 对吧 认为缅甸军政府把把那个昂山素季抓起来都是对的 对吧 说是那个选举舞弊就是该抓啊 什么什么 我觉得这个就是走太过分了 是吧 但是这个见解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因为普京绝不是左派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误解 尤其是那个那个那个国内的一些那种 呃 毛左朋友 那基于那个意识形态的那个倾向 他认为只要反对民主的那就是共产党 其实反对民主又杀共产党杀得比民主派要厉害的多的那些人 从古到今代不决人 是吧 怎么能说反对民主就一定是呃 就一定是共产党呢 是吧 我这一点我倒是替共产党不平了 这个在那个整个东欧啊 当然你要说斯大林时代那个苏共呢 那当然是很极权的是吧 但是在那个呃 但是在那个巨变以后是吧 那很多左派现在号称是已经改成社会民主党了 就是没有改成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共产党 这里我没有改成社会民主党的共产党呃 呃至今在东欧呃没有长期掌权的是吧 我上一堂课提到的那个呃像那个摩尔多瓦的沃罗宁是吧 就是共产党人党呃 呃他们掌权过一阵子啊 现在也下去了是吧 那么呃这些人他们现在都是处在反对派的局面是吧 那个而且他们跟普京的矛盾也很大是吧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那么普京是右派普京是反共的 这一点其实一点都不假是吧 呃普京现在哪怕就在乌克兰问题上呃 在骂乌克兰的这个过程中经常动不动就扯到呃 就就连苏共都一起骂了是吧 比如说呃他就认为那个那个乌克兰就是苏联灌出来的 是吧而且说那个尤其是克里米亚啊 呃那个苏共把克里米亚出卖给了乌克兰是吧 那个那个呃很厉害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最近 乌克兰正在打仗的那个呃就是乌东地区是吧 就是邓巴斯地区邓巴斯地区当时反抗呃 呃那个基辅政府是吧其中有那个呃 呃是有极左和极右两派是吧极右就是那个呃沙黄呃公开说自己是支持呃继承沙黄的那个那个呃 那就是那种是吧那个那个右翼民粹主义者或者说是那个呃极右布尔斯维克它在俄国有这个名词 那么左派当然就是那个乌克兰共产党中后来亲俄的那一派 在邓巴尔斯也有 邓列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 卢干斯克的共产党 这些人当年在2014年的时候 都是反对那个基辅政府的 但是这个普京支持的这两个分离主义政府 就是邓列斯克和卢干斯克 这个邓巴尔斯的这个亲俄势力 上台以后他们现在上台 也是也从14年到现在也7年了吧 到今年就8很快就8年了 他们自己稳定以后很快就排斥共产党 很快就排斥共产党 到现在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撵出去了 所以现在那个这些地方的共产党 那么左派当然就是那个乌克兰共产党中 后来亲俄的那一派 在邓巴尔斯也有 邓列斯克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 卢干斯克的共产党 这些人当年在2014年的时候 都是反对那个基辅政府的 但是这个普京支持的这两个分离主义政府 就是邓列斯克和卢干斯克 这个邓巴尔斯的这个亲俄势力 上台以后他们现在上台 也是也从14年到现在也7年了吧 到今年就很快就8年了 他们自己稳定以后 很快就排斥共产党 很快就排斥共产党 到现在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撵出去了 所以现在那个这些地方的共产党 他们在俄罗斯的支持者 就是俄罗斯共产党 就是都是对此事通行计守的 包括普京对哈萨克的政策 是吧 我前面也给大家讲过 是吧 就是我在其他场合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两个月以前发生的那个哈萨克事件 是吧 那个俄罗斯的左派包括俄共都认为 那个是哈萨克的工人在起来反抗 是吧 在起来反抗那个纳扎尔巴耶夫搞的那个私有化 搞的那个那个那个所谓的资本主义伏辟 实际上就是劳资矛盾了 是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工人跟老板 工人跟那个政府发生冲突就一定是支持社会主义 正常的劳资谈判嘛 在任何市场经济下都可能有 但是毫无疑问 在这个问题上普京扮演的绝不是什么左派的角色 是吧 如果说他是保守主义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不过我们要弄清楚保守主义这个话题啊 现在被大大的滥用了 是吧 很多人把萨切尔啊 里根啊 伯克啊 这种支持宪政的保守主义和那些 那个那个那个 沙皇传统的那种保守主义 皇权主义 混在一起 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的 是吧 普京当然不是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者 这是肯定的 是吧 普京也不是自由主义者 是吧 但是普京也不能说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西方式的保守主义者 至于说他和那个拜 他和那个那个川普有什么相像 因为川普只执政了四年 而且美国这种体制下也不是川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 至于川普自己想怎么干我们谁都不知道 是吧 川普即使想做普京他也没有这个条件 但是普京他现在当然就是为所欲为了 普京为所欲为主要不是学书共 是吧 普京为所欲为主要是学撒谎 他自己也是这样 他自己其实在这个方面也也并不也并不那个那个会言 是吧 这里我要讲今天的俄军其实越来越像一支沙皇军队 包括他唱的军歌 是吧 那个什么斯拉夫人告别 斯拉夫勇士告别曲啊 什么乡筹进行曲啊 现在俄罗斯的军歌基本上都是以前白军的军歌 或者说是沙皇军队的军歌 是吧 所以那个我觉得把普京 普京肯定是在开民主的倒车 是吧 肯定是在倒退 肯定是在越来越专制 是吧 那么造成这样的后果造成这样的原因 我后面也还会讲 是吧 但是你说普京是不是变成共产党了 我觉得那肯定不是的 是吧 普京把自己定性为保守主义者 如果这个保守主义 其实我以前在一些场合中讲过 早在19世纪西方的保守主义就有两种 一种是安格鲁萨克逊保守主义 就是像伯克那样的 还有一种人叫做拉丁保守主义者 就是法国大革命时候的王党 是吧 就是支持国王的那个王党 或者说保皇派 是吧 那个当时也被叫做保守主义 像那个麦斯特尔就是 我们麦斯特尔最近对中国也还是有影响 比如说年轻一代的学者中 是吧 像德国的那个斯密特啊 被很多人引进 是吧 成为那个支持体制的一个动力 是右边的动力 是吧 那么其中也包括我刚才讲的法国的那个拉丁保守主义者麦斯特尔 是吧 我们有些年轻人 就是从他那里吸取经验来支持 来支持那个 来支持一种在我看来是不好的倾向的 是吧 所以这种东西 你当然不能说他们是左派了 是吧 但是他们的确也不是那个那个 至少他们不是自由保守主义 对吧 普京也是这样 下面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和我们今天讲的乌克兰问题有关的 有一位那个朋友说 现如今美国西方已经开始从乌克兰撤离外交人员侨民 并且声称俄军连雪浆都运上了前线 即将大举入侵 但是俄国和中国网络者普遍认为这只是一场闹剧 俄军根本没有全面进攻乌克兰的计划 不过是西方打算自己炒热此事 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就吹嘘 俄国怂了 下退了独裁者普京之类 请问是不是这样 今天的乌克兰会不会又像1919年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一样 那个那个 再次亡国呢 他说现在的西方媒体好像都是俄军总参谋长一样 连俄军如何作战都算得明明白白 如何攻占哈尔科夫又伤亡多少 多下击乎 说中国的军迷大多认为这只是一种异音 是吧 也就是说 那个 说那个 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本身就是很矛盾的 假如你说俄国不想打乌克兰 那么就根本不存在着什么乌克兰会亡国的这样的那个命运 是吧 如果你说现在的乌克兰会亡国 那你肯定就是假设俄国要打他们了吗 是吧 如果俄国不打他们他们怎么可能亡国呢 难道西方会打乌克兰吗 是吧 这个不是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很有意思的 俄国到底要不要打乌克兰 我觉得这个是俄国人肚子里头或者说普京肚子里头的回虫才能知道的事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是吧 至于所谓的西方媒体炒作 这里我要讲什么叫西方媒体啊 是吧 大家知道西方也没有人民日报 也没有环球时报 西方既有右派炒得一塌糊涂 是吧 什么叫做西方媒体呢 他们怎么能够有组织的炒作一件事呢 不过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 不管西方的左派右派有多少矛盾 也不管美国和欧洲有多少矛盾 他们现在对俄罗斯的形势都是忧心忡忡 而且他们都开对普京越来越反感 是吧这个恐怕和炒作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老师说现在看来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实际上民主国家内部以及民主国家之间 从来都是矛盾重重 能够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 好像从古到今都是极权主义的威胁 就像当年那个不管是英国法国美国内部和外部有多少矛盾 希特勒一上来那逼得他们不得不联手 最近针对包括针对不管是针对哪一个 这种体制吧 大家也知道他们现在在其他问题上吵得不可开交的 也都好像是意见越来越一致 那么当然一致不可能一切行动听指挥 矛盾还是有 但是比以前要小多了 所以从这点来讲 我觉得如果说西方开始抱团 那好像倒是普京的功劳了 正是因为普京的威胁越来越大 所以使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那个各种分歧放在一边 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强化了各方面的协调 我觉得其实至于说那个俄国 这个我前面已经讲了谁都不知道 但是现在俄罗斯的威胁当然也不是什么舆论吵出来的 因为天上那么多的卫星在看着的 俄罗斯怎么调兵遣将 怎么部署重武器 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 俄罗斯本身也并不掩人耳目 俄罗斯自己从来也没有否认过 那个卫星图片上他的军队集结啊 重武器集结啊是假的 是吧 他他只其实对这种东西他只是一句话 他说这是我们自己调动军队 是吧 那个那个不管你的事 是吧 但是他并没有说他没有调动军队 或者说他调动的军队很少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就是这样 至于他他到底怎么想 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猜 但是其实这是没有多少意思的 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那就是想请教秦老师 北约东扩具体深层次的原因 是否只是这个防卫体系扩张的一种惯性 即东部新加入北约的成员国 都希望更东边的国家成为缓冲地带 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像德国海军司令 斯恩巴赫前段时间所表述的那样 给予普京一些尊重呢 此外美国为什么一直渲染战争的紧迫性和危机感 而乌克兰反而表现得很淡定 乌克兰总统也不断强调俄国不会进攻 是否北约内部的真实想法是逼乌克兰就范 即自己因为种种内外部原因 不能开口满足普京的要求 便通过对战争危机的渲染 施压乌克兰 希望乌克兰自己对俄罗斯妥协 而乌克兰则非常不喜欢北约这种仿佛出卖乌克兰式的态度 刚刚看到美国媒体报道 普京准备下周发起新进攻的新闻报道 而且还是那个很大规模的 这是否依旧是北约集团的渲染 对乌克兰的施压 还是普京真的下定决心要解决东部的安全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这里要讲是吧 普京也好西方也好 其实当然是在这种国际对国际政治 尤其是这种军事对峙的这种国际政治中 肯定都是有一定赌博的成分的 是吧 就是我要摸你的底线在哪里 这就像那个当年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一样 当然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像加勒比海那么严重了 但是从趋势来讲的确是这样的 是吧 那个那个 普京在赌西方会不会让步 西方也在赌普京会不会让步 是吧 那么在这种赌博中啊 从历史上看 其实民主国家一向是 那个那个比较弱势的 是吧 因为民主国家使不起人嘛 是吧 那个那个专制国家在这种好赌中 一般来讲它是有优势 所以这个绥靖主义 是一个非常 呃 是一个 不仅仅是张伯伦达拉帝才有 是吧 包括 呃 你说西欧当时是不愿意得罪 呃 不愿意去惹那个希特勒 是吧 其实美国当时也是 孤立主义也是非常厉害的 是吧 那个 如果不是珍珠港事件 就不可能出现举国一致支持太平洋战争的那个局面 所以甚至有一种 有一种传言啊 这种传言当然是在我看来没有多少可信度 但是在逻辑上 好像是呃 有人就是凭这种逻辑的 他们认为呃 珍珠港事件实际上是罗斯福已经知道了 但是罗斯福故意呃 呃 不设防啊 让那个呃 日本人痛打一通 这样的话 那个美国人就摆脱孤立主义了 呃 我觉得这个像这种状态 在那个政治 在政治中会不会出现 这个当然都很难说 但是你也不能说 由于这些原因 那么这些罪过就都是绥靖主义者造成的 而不是希特勒呃 或者说是东条英 或者说是那个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 是吧 就是首先这个呃 扩张和侵略的这些呃 主动方啊 那当然现在就是俄罗斯 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 至于西方应对是不是呃 是不是得当 我觉得西方应对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不得当的地方 是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局面 其实他们也应该是反思了 是吧 那么这一点我在可能第三次讲乌克兰的时候 可能会提到 是吧 但是如果要借助这种 如果要借这种东西来为俄罗斯辩护 那我觉得就呃就几乎是和当年呃 借助呃张伯伦达拉蒂的错误来和为希特勒辩护是差不多的 我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呃普京就是希特勒 那还是差得很远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 不要说比希特勒了 是吧 就是比那个呃 另外的一些国家 是吧 普京现在的呃 自由还只是减少了 还不是没有了 是吧 呃 但是如果就呃国际政治中的主动方是吧 也就是说他主动威胁别人 那么在这一点上 那我觉得是呃俄罗斯和当年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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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 其实程度有所不同 但是呃扮演的角色其实应该是差不多的 是吧 他们都是威胁者 是吧 而且他们也的确是有可能发动侵略 是吧 呃 但是呃 这只是有可能 是吧 最后赌博的结果谁也不知道 呃 而且我这里讲呃 西方采取强硬措施以后 假如俄罗斯真的放弃了 呃 那倒真的是有可能是呃 所谓的西方的强硬下退了呃 呃 那个那个那个俄罗斯 当然了这样的话普京脸上是很不呃 是很挂不住的 所以我我倒有一种猜想 是吧 我觉得呃 西方目前这种口头上非常强硬 但是又实际上做的事情又不太多的这种呃 这种做法 其实我觉得是不好的 是吧 这种做法反而可能是呃 普京原来不是真的非常想动手的 反而是搞得他要呃动手的那个可能就更大了 是吧 因为你呃 如果你不动手好像真的就是示弱了啊 啊 那个普京现在在经济啊这个内政方面交头烂额 是吧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牌可打的 那个外交牌是他唯一可以打的牌 是吧 那么那么如果他在这个方面示弱 那么恐怕就会很成问题 是吧 但是你如果西方真的在实际部署上啊 表现的真的是非常强烈 使得俄罗斯自己感到他肯定会打败仗 那么当然普京也不敢这么冒险 可是如果普西方乍乍乎乎都很厉害 他实际上又呃 呃呃呃呃呃呃呃 那个那个那个又不真正的呃呃 呃有足够的那种威慑 那我觉得反而会把这个事情搞得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呃 的确也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 好了 我们现在呃 回过头来 我们就是开始讲我们的课了 呃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要讲那个乌克兰第一次建国啊就是那个1919年呃1918年到1920年期间呃那个乌克兰第一次独立前后啊才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吧那么呃我我叫做呃呃叫做彼得刘拉和保尔是吧就是那个那个当年苏联内战啊 包括一次大战呃乌克兰都是战场嘛是吧那么呃呃大家都知道呃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呃都很熟悉一呃一首歌叫做乌克兰广阔的原野我在50年代就传唱而且后来还收进了所谓外外国外国歌曲三北手啊那个是文革前很流很流行的一本呃就是中国50年代呃呃 中国那个49年以后出的最流行的一本外国音乐书了是吧那么后来到了前几年中国也大家可能都知道那是90年代还是嗯新世纪的2000几年又重拍了钢铁是怎样练成的啊里头又出现了这这这这首歌啊 啊这首歌里头有一段唱词是吧就是那个大家可能都听过是吧就是那个大家可能都听过那个彼得流了凶俄的诽谤 这首歌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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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一首和苏联内战无关的 当然的确是苏联人图取的 但是他和内战有关的歌词实际上是中国人填进去的 这个填词者就是中国很有名的 苏联培养的艺术家孙维士 孙维士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文革中是个很有名的人 他是周恩来的朋友孙维士 也是中共早期的革命烈士的女儿 孙维士死了以后就是周恩来的养女 这个人后来在苏联学习 艺术天赋很高 后来成为一个艺术家 曾经演过是演员 后来又当导演 而且人也长得很漂亮 但是后来文革的时候他就惨死了 据说是因为他毛泽东唯一一次访书的时候 他是陪着毛泽东来做翻译 因为他在苏联很长时间嘛 那么结果后来据说是江青就非常之嫉妒 后来文革的时候就把他给整死了 死得很惨 而且不仅他死了 他的哥哥当时是人大的党委副书记孙秧 也好像也给整死了 而且据说逮捕孙维士 还是就是他养父签罚的命令 这个是后来很多人都议论的一件事 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 实际上孙维士是当年在50年代就排演了那个戏剧 在中国演出了那个戏 演出了话剧保尔 话剧保尔后来又拍成电影 就是钢铁是怎样练成的 先是黑白片 后来又拍了电视连续剧 那么这部片子的主题曲就是乌克兰广阔的原演 实际上这个歌本身不是内战的歌曲 本身是二战的时候 在那个苏联红军和德国在乌克兰打仗的时候 有人就是写了一个以乌克兰战场为背景的歌 叫做德尼伯和波涛汹涌 这首歌本来没有这样的歌词 但是孙维士把他往里头填进了 什么彼得刘拉呀 什么保尔啊 就是和苏联内战和那个乌克兰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安俄国打仗的那个内容 那么好像就是变成了这个 好像是和那个乌克兰和那个 现在叫做第一次乌俄战争 是吧 就是好像和是和那个乌俄战争有关的一件事情 当然 但是这个因此彼得刘拉就是在中国 就是等于是曾经有一度是家喻户晓 是吧 被认为是一个白军 是一个反革命 是一个那个凶恶的匪帮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但是我们后来就知道彼得刘拉现在当然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了 是吧 那么彼得刘拉 他后来是 这个失败以后 他是流亡西方 后来在 在法国巴黎 1926年被苏联派去的特工给暗杀在那个圣米歇尔广场 是吧 那个暗杀彼得刘拉的那个咖啡馆 就是圣米歇尔广场旁边的一所咖啡馆 我们也去过 他死了以后埋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公墓 他的墓上一年到头都有乌克兰人在那里献花的 而且我们知道乌克兰的移民非常多 因为乌克兰灾难深重嘛 这一百多年来大量的乌克兰人离开乌克兰 在世界各地 是吧 那个美国呀 法国啊 很多地方都有很多乌克兰人 有乌克兰的东正教堂 乌克兰的很多那个文化设施 所有的这些文化设施 基本上都有 大部分都有彼得刘拉的塑像啊 或者什么 他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 那么实际上还不止 呃 如此 是吧 那么我们知道当年说他是白军 说他是什么 但实际上 彼得刘拉和呃 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 主要的领导层几乎传是左派 是吧 而且他们的构成和苏俄的这个构成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就是民主倾向不同 是吧 呃 像大家知道那个呃 呃 呃 那个苏联呃 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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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 这两个党的各一派联手发动的针对这两个党的另外一派的呃这样一场政变 是吧 当时呃 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啊 就是波尔什维克啊 大家可能知道那就是多数的意思 和那个呃 社会革命党就是俄国的革命民粹派啊 社会革命党中的少数派也就是左派社会革命党 他们连起手来反对最颠覆了最后一届临时政府 而最后一届临时政府是什么人组成的呢 实际上也是由左派组成的 是吧 临时政府最早成立的时候 就二月革命以后 呃 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那是自由派 是吧 就是立宪民主党呃 呃 占主导的 但是后来 这个呃 随着这个呃 局势的发展是吧 战争的推动 那个温和的人逐渐就被排挤是吧 整个这个社会趋势是越来越左 那个临时政府本身换了五届也是越来越左 是吧 那么到了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时候 实际上那些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人基本上都退出了 是吧 那么呃 最后一届临时政府的主流其实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孟斯维克派和呃 那个呃 社会革命党中的主流派啊 就是那个我们把它叫做中派或者右派啊 那个呃 那个呃 就是社会革命党的中派呃 呃在呃 东宫里面啊 呃和那个呃呃 社会民主党的孟斯维克派是吧 联手 是吧 然后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在东宫外面和列宁啊 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呃多数派呃 然后就是这么搞了一家伙 其实等于是一个左派之间的冲突 那么当时的乌克兰也是这样 乌克兰在二月革命以后 它也出现了一届自由派的政府 就是那个立宪民主党的政府 但是很快也就是在整个社会越来越激进的背景下 就是被搞下去了 搞下去以后 后来成立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其实也是由这两个党组成的 就是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 其中我前面曾经提到过的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总统 就是格鲁西夫斯基 就是社会革命党的 那么我这里要讲的彼得刘拉 就是社会民主党的 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左派 而且他们都在沙皇时期是革命者 都是参加过反沙皇 那个革命斗争的 是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 波尔什维克其实在十月革命以前 主要擅长的是搞军队工作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策划士兵反战 因为搞工会 他们是搞不过孟什维克的 是吧 那个我在其他文章中曾经讲过 那个当时的波尔什维克 因为他比较激进 是吧 所以很多人就被流放了 或者坐了牢了 有一些人就 大部分的人 他的主要的领导程度 是长期移居海外的 像那个列宁 在二月革命以前 移民海外十几二十年 就是长期都是所谓的 海外民运人士的人 就是不在俄罗斯 所以真正在俄罗斯搞工人运动的 还是孟什维克的人去做 是吧 俄国最大的几个工会 也是孟什维克搞的 是吧 那么波尔什维克 主要擅长什么呢 主要就是擅长 在那个一战的时候 擅长 因为当时军队都不愿意作战 就是搞反战 在军队内部发动 那个士兵革命 是吧 那个那个枪毙军官 开小差 跟敌军连欢 甚至主张 把敌军放进来 是吧 什么把帝国主义战争 变成国内战争 使本国政府 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 这些都是列宁的口号了 当时的彼得刘拉 也正式在军队中 也搞这个东西 是吧 所以当时他们搞的 几乎完全是一样的 也当时彼得刘拉 也是在俄军中 所以后来 乌克兰的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军队 也是由彼得刘拉领导的 原因就是 他本身也是一个军人 是吧 本身也是在 这个过程中是 反战的 是吧 所以他 那个那个 那个 所以啊 我觉得你要说 他是个民族主义者 就是 跟那个 俄乌之间 有民族矛盾 这是肯定的 但是要讲 左右的话 其实他也是 左派 是吧 那个布尔什维克 也是左派 不过这里我要讲 只要是专制者 不管你是同样是左派 还是同样是右派 一旦对立起来 那反而比 左右之间 尤其是民主国家中的 左右之间 那要残忍的多 要激烈的多 是吧 像列宁对托罗茨基 那列宁对布哈林 那不知道杀了多少人 是吧 那当然那个 那那那比特劉拉 也是这样一种情况了 是吧 那么 那么要说起这个 乌克兰独立 第一次独立 这个事情呢 那么当然我们也要说 从我第一节课 第一堂课讲到 第一次演讲 讲到的那些 一些事情是有关的 因为在那个 我前面讲到嘛 在所谓的俄乌合并 就是那个1648年的 那个别雷亚斯拉夫协定 这个别雷亚斯拉夫协定 其实 现在看起来 因为他的文本呢 一直到 他的真正的 在档案中的文本 是在苏联巨变以后 叶利钦 才把它交给 当时乌克兰的总统 克拉夫丘克的 是吧 在这以前呢 这个所谓 别雷亚斯拉夫协定 到底讲的是什么 是吧 流传着好几个 传说的 那个文本 但是 都是互相矛盾的 是吧 真正的别雷亚斯拉夫 协定的那个文本 深藏在 沙皇的 档案库里头 一直到 苏联解体 叶利钦才 把它的副本 把它的福印件 交给了当时的 乌克兰总统 克拉夫丘克 是吧 那么 这个福建就讲得很清楚 其实 那个 那个 赫麦尔尼刺激 当时只是想跟 俄罗斯联手 是吧 那么 而且他联手以后 到了晚年 我前面也讲过 他其实就后悔了 是想 反俄的 只是他很快就死了 是吧 那么他 死了以后 是吧 那么他的 后面的那几人 那个盖特曼 是吧 那个 那个 维托夫斯基 是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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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泽帕 是吧 都是反俄的 是吧 而且那个 而且后来那个 彼得大帝 也讲过 说乌克兰的那些盖特曼 除了 除了 除了赫迈尔尼刺激以外 其他都是叛徒 是吧 也就是说 当时 从赫迈尔尼刺激以后 一共有17任的 盖特曼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 彼得大帝的说法 其中15任都是叛徒 所谓叛徒 就是反俄的 是吧 那么后来 那个 那个 在这个时期啊 就差点有一次 就是被现在认为 是乌克兰 建国的机会 就是在那个 赫迈尼刺激的后任 叫做维托夫斯基 是吧 那么他上台以后 就实行了和那个 赫迈尼刺激相反的政策 就是 赫迈尼刺激 他不是联俄反波吗 那么这个人就是联波反俄 是吧 那么当时他就 打下了这片地盘以后 他就跟 波兰立陶网联合王国 签订了一个叫做 嘎加奇协定 宣布把乌克兰 哥萨克 控制的那块地方 当时的那块地方 叫罗赛尼亚 是吧 就是 他宣布这个 罗赛尼亚 这里我要讲 罗赛尼亚 这个名词 后来在现代 也还在使用 主要指的是 那个 二战以前 是属于捷克的 那个叫做 外卡尔八千山 乌克兰 是吧 这块地方 一直就叫做 罗赛尼亚 后来还曾经 在那个二战期间 还曾经 成立过一个 外卡尔八千 乌克兰共和国 是吧 就是所谓的 那个 那个 我在我们的公号中 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提到这个 提到这个一个 很短暂的 很小的一个国家 是吧 那么在 维托夫斯基 那个时代 这个罗赛尼亚 是一个 等于是乌克兰 哥萨克 建立的一个 一个政权 那么他跟 波兰和立陶宛 曾经达成过 一个协定 签订过一个 嘎加奇条约 这个嘎加奇条约 就是要把那个 波兰 立陶宛 二元王国 变成 波兰 立陶宛 罗赛尼亚 三元王国 对吧 就是本来是 波兰和立陶宛 的联合 对吧 然后 那个 乌克兰要加进去 加进去了以后 就变成三元的国家 这个三元的国家 按照这个 嘎加奇协定 和那个 和那个 波兰 立陶宛的联合 其实的 条件都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 保持这两个 因为波兰 和立陶宛联合 就是这样 保持这两个国家的 那个 高度的 自治 只是在那个 外交上 军事上 是合在一起的 但是实际上 各有各的军队 各有各的宪法 各有各的宗教 各有各的 甚至各有各的国库 是吧 财政也是分开的 那么按照 在乌克兰 学者的说法 说是那个 这个三元王国 如果存在 这个三元王国 当然不能说 是乌克兰独立 但是这个三元王国 每一元 包括波兰 立陶宛和 罗萨尼亚 都有很强的 那个 自主地位 是吧 这要比那个 赫麦尔尼 刺激 和俄国 联手 那个 自主性 是要强多了 是吧 所以现在也有人 把这件事情 理解为 乌克兰的 第一次建国 是吧 但是这个 当然也是 三元的一个 一个 还不能说 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是吧 单独的国家 其实严格的说起来 在 二月革命以前 乌克兰是 没有人能够 设想到这一步的 是吧 但是 但是当时的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 当然是有了 是吧 我刚才讲的 这几个人 格鲁谢夫斯基 比特刘拉 当时他们当年 都是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而这里我要讲 在俄罗斯 乌克兰民族主义 当时得到了 这个 也是得到了 当时的政府的 反对派的 大力的支持 其中一个最典型的 就是列宁 是吧 我们可以讲 列宁 或者说 以他为代表的 布尔什维克 他是完全的 实用主义者 是吧 他们的政策 完全是变来变去的 当他们处在 反对派地位的时候 他们 唯恐天下不乱 也唯恐 乌克兰不独 所以他们对 乌克兰独立的支持 甚至比 格鲁谢夫斯基 这些人 更极端 二月革命以后 是吧 那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当时整个 整个撒黄政权 就垮掉了 那撒黄政权垮了以后 各地的那些民主派 就上台掌权 是吧 那么 在乌克兰 成立了中央拉达 这个拉达 大家知道 在俄国 它议会委员会 有各种各样的名称 是吧 像诺夫格罗德 就叫魏策 是吧 就是 我前面已经讲过 那个 那个 沙皇俄国时期 叫杜马 苏联时期 叫苏维埃 是吧 那个 蒙古 就叫呼拉尔 其实就是 那个 原始中讲的 那个 忽利尔台 然后 乌克兰 就叫拉达 是吧 这个其实都是 议会的意思 那么 乌克兰在 沙俄时期 它也是有杜马的 是吧 那么 革命以后 这个杜马 就变成 在俄罗斯 变成苏维埃 在乌克兰 就变成拉达 当时 二月革命以后的 苏格兰的 乌克兰的拉达 当时提出的是 希望高度自治 并没有提出 要独立 但是 当时的那个 但是当时的那个 列宁 就 唯恐 那个 那个 乌克兰不独 是吧 就不断地在那里 鼓吹说是 乌克兰就是 有独立的 就是有独立的 就是有独立的权利 是吧 而且 列宁当时 连历史上的 俄乌合并 都是否定的 是吧 我们知道 后来苏共认为 赫迈尔尼刺激 是乌克兰的解放者 所谓解放者 就是把乌克兰 解放给了 俄罗斯 但是那个 列宁在革命以前 他对别利亚斯拉夫协定 是骂得很厉害的 是吧 说这个别利亚斯拉夫协定 使乌克兰文化遭到摧残 是吧 说那个 赫迈尼刺激 实际上是出卖了乌克兰 说乌克兰人 就是有权力来 进行独立 这个时候 列宁的 污毒立场 甚至比中央 拉达还要激进 早在拉达发表 自治宣言之前 列宁就在 1917年6月7日的 真理报上说 我们认为 波兰 芬兰 乌克兰 以及其他 非大俄罗斯的土地 都是沙皇俄国 和资本家 侵占的土地 他们都有权力独立 那么不久 那个中央拉达 和那个 彼得刘拉维主席的 传乌克兰军人代表大会 在几天以后 就像列宁讲的那样 发表了 关于乌克兰自治的宣言 当时这个宣言 受到俄国的 当时俄国的临时政府 就是我前面讲到的 推翻了沙皇以后的 那个民主派 当然他们民主派 也还是有 也还是有一定的 民主主义倾向 是吧 就是还是所谓的 俄罗斯的爱国者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在十月革命前后的 一段时间 爱国者是一个 至少在列宁那里 是一个贬义词 是吧 是一个坏的 是吧 他们就是认为 那个 那个 是吧 那个 只要是爱国的 就是 就是反对国际主义的 就是反对 无产阶级的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 第三国际的 加入条例 其中就有一条 说是加入第三国际的党 都要和爱国社会主义 一刀两断 是吧 而且是必须是立即的 不容讨论的 是吧 爱国社会主义都要一刀两端 爱国自由主义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因此这个 当时的那个 当时列宁啊 他就成为 彼得刘拉发表的 那个自治宣言 这时候还不是独立宣言了 是吧 呃 成为这个宣言 在俄国最高调的喝采者 呃 当时俄国自由派的言论报 还是呃 批评的 说中央拉达擅自发表 公然违法的宣言 是吧 呃 应该受到 呃 制裁 然后列宁就 呃 大骂那个言论报 是吧 说这种 凶向逼路的 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的攻击 是吧 说那个 呃 批评乌克兰独立 呃 就是 就是凶向毕露的 资产阶级 反革命分子 是吧 呃 他说 呃 彼得刘拉的宣言 是完全合理的 而且主张 无条件 完全承认 乌克兰的权力 包括 自由分离的权力 其实这个时候 中央拉达 还根本就没有要求 这种权力 是吧 这个宣言 只是自治宣言 并不是独立宣言 是吧 然后 所以在这个时期啊 整个在十月革命以前 列宁和彼得刘拉 是根本没有任何矛盾的 在左右上 他们都是左派 是吧 在民族问题上 呃 列宁当时也支持乌克兰独立 而且比乌克 彼得刘拉好像更激进 是吧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我还没有夺权 我就罢不得这个国家 那个四分五列 越来解体 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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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解体越好 但是 十月革命以后 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 对乌克兰的态度 立即就变得 暧昧起来 呃 十月革命以后不久 中央拉达 于 19 17年的 11月20号 宣布成立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是吧 那个十月革命是7号发生的 中央拉达宣布成立乌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是20日发生的 大概只有13天 那么苏俄 整整一个月就没有公开的反应 呃 当时 列宁的 呃 说法是这样的 说所有这个沙皇领土上的这些国家 呃 都有权利独立 呃 如果你不让他们独立 就是俄罗斯爱国主义 那是反动的东西 我们是国际主义者 是吧 我们是呃 只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不讲什么呃 什么什么民族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呃 当时这个列宁又有一个说法 他说你独立是可以 但是资产阶级不能掌权 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权 而这个无产阶级 还只有布尔什维克能够代表无产阶级 是吧 他说你乌克兰是可以独立的 但是乌克兰独立以后 必须有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掌权 连孟什维克都不行 是吧 那么这个自由派当然就更不行 是吧 所以他呃 这个一直到12月18日 呃 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个内容很矛盾的一个告乌克兰人民书 一方面他正式宣布承认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承认他有权同俄国完全分离 无保留 无条件的承认有关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民族权利和民族独立的一切事项 但同时要求拉达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 是吧 必须要让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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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那个呃呃 俄罗斯在跟德国谈判 呃 并且对当时那个顿和戈萨克中的呃 呃 支持呃 呃 那个旧俄国支持俄国临时政府的呃 呃 就是卡列金将军 是吧 卡列金将军当时是呃 呃 那个顿和戈萨克的一个当然也可以说是乌克兰人了 是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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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有的地方是在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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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么这个卡列金是迪士苏俄的 那么但是他同时也是迪士呃 比特劉拉的 是吧 他是呃 忠于原来的那个旧俄国的 是吧 然后呃 苏俄当时说呃 呃 那个卡列金在你们那里啊 我们就要打卡列金 因为他是反革命 是吧 所以呃 你们必须跟我们保持一致的立场 是吧 那个那个 那个呃 我们跟德国谈判 是吧 你们也要跟我们呃 呃 目标一致 呃 而且你们必须呃 让那个布尔什维克呃 呃 在呃 当然是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 是吧 呃 在你们那里呃 呃 掌权 是吧 那么 这个时候呃 拉达还没有答应啊 苏俄就在呃 那个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啊 大家可能呃 知道呃 乌克兰后来呃 被苏俄呃呃 兼并以后 乌克兰政府 就是和那个拉达对立的 乌克兰苏维埃政府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派了人去跟那个 中央拉达 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 因为他当时也没有说 我就要跟你闹掰 他只是说 你应该跟那个 我在哈尔科夫的那些同志 那个联手 那么又派出了 又派出了一个 派出了个代表团 去跟格鲁歇夫斯基进行谈判 那么这个时候啊 实际上他的借口 主要就是那个卡列金事件 可是卡列金事件 对于当时左派掌权的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来讲 其实并不是个什么问题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很快就说 卡列金是你们的敌人 也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也要把他给赶走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卡列金后来在1918年1月29日就兵败自杀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在小洛霍夫的那个 静静的邓和这本书里头也提到过 但是卡列金自杀了 苏俄仍然没有改变迪士拉达的态度 不过按当时的条件 苏俄当时要征服乌克兰是力不从心的 而这个时候 德国已经进来了 是吧 德国那个时候 那么一心要恒 跟德国达成妥协的列宁很快就同意了 是吧 那么德国当然就说 你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国家 是吧 那么我们分别跟你们签订协定 是吧 然后签订协定了以后 我还要做中间人 让你们两个国家也签订协定 列宁也一口答应了 是吧 于是在布列斯特就签订了三个条约 一个条约就是俄罗斯和德国的停战条约 俄罗斯隔让了一半的领土给那个 当然所谓的一半指的是人口了 是吧 那个俄罗斯西伯利亚就已经超过一半了 是吧 就不是领土的一半 而是那个 而是人口的一半 是吧 以隔让一半的半壁江山 为代价和德国妥协 是吧 那么另一方面 德国还跟乌克兰签订了一个协议 在乌克兰那个时候 哥萨克人选出的盖特曼 叫做斯科罗帕治基 那么斯科罗帕治基的盖特曼政府 也和德国签订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协定 是吧 但是那个这两个协定啊 都被两个国家的 呃 反德的那些人认为是卖国的 是吧 像那个列宁就有呃 列宁签订布勒斯特条约 后来就成为俄国的白军 以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内的所谓的左翼反对派 包括布哈林呢 呃 这些人是吧都是反对的认为这个是等于是呃上权辱国 是吧 后来签订布勒斯特条约就成为俄国爆发内战的一个原因 是吧 因为很多人都说呃那个列宁卖国把国家出卖给了呃那个那个德国 而大家知道后来的白军呢基本上是协约国支持的 对吧 那么呃白军认为俄国仍然是一个在协约国方面和德国对立的 那么当然他们就是认为那个列宁是卖国的 而同样在乌克兰也有人说斯科罗帕次机是德国人的傀儡 是德国的扶植起来的 那么当时中央拉达的那些民主派 斯科罗帕次机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 在沙皇时期的一个军官 当然他也是哥萨克军官了 所以在哥萨克中影响很大的 那么当时那个中央拉达也持反德的立场 当时中央拉达和彼得刘拉都在反德国人和反那个斯科罗帕次机 可是这个时候列宁倒是跟斯科罗帕次机和德国人达成了一致 在那个布列斯特合约上 一方面他单独跟德国签订了一个不包括乌克兰的一个停战协定 另外就是斯科罗帕次机也跟德国人签订了这么一个协定 而且列宁又单独跟斯科罗帕次机签订了一个双方互相承认的决定 而且还成立了委员会准备划边界 所以这个当时索尔仁尼琴后来在在他的书中啊就在那里大骂列宁说 说列宁不不仅支持乌克兰独立 甚至都不反对乌克兰独立以后变成一个清德的盖特曼国家啊 就是那个那个军 那个所有人以前说是个君主国家 当然盖特曼不能说是君主 但是肯定和现代的宪政政府还是有些区别的嘛 是吧 也就是说当时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列宁其实是那个其实是是是非常之实用主义的 一点都没有表现出那个所谓的爱国这种这种情绪 而且在这个而且在这个时候啊 苏联呃以及苏俄及其他在乌克兰的支持者 就是当时苏联也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控制了一一片地方 但是他们实行的政策就很糟糕 就是所谓的鱼粮收集 把那农民的粮食都抢走 是吧 就是呃 我前面曾经讲过实际上是粮食收集制 不是鱼粮收集制 就是把呃 把那个农民的口粮都抢走了 是吧 那么激起了普遍的反抗 而且呃呃 因此啊可以说当时的那个呃 不仅苏俄在乌克兰不得人心 就是呃就是呃 就是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当时也是呃 不太得人心的 是吧呃 呃 但是斯克罗帕刺激呃 呃 却废除了呃 他们搞的这套制度 所以当时那个列宁啊 也觉得无可奈何 在列宁的著作中里头就讲到 说乌克兰人民呢 已经疲倦了 他们去做某种蠢事 甚至投靠斯克罗帕刺激 因为大多数人民是愚昧的 是吧 他们觉得斯克罗帕刺激更好 那个1918年7月呃 呃列宁在全俄苏维埃五大上做的报告也讲 说乌克兰人民正恶的甚至啊 投向斯克罗帕刺激啊 比特琅拉 他们又发动了一次俄国革命 呃乌克兰革命 把那个清德的盖特曼政府给推翻了 那么等于是乌克兰再次出现了左派掌权 这个等于是原来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乌克兰同志 在德国人走了以后又回来了 但是列宁可以承认斯科罗帕政权 斯科罗帕自己的政权在德国的威胁下 反而乌克兰成立了革命政府以后 对他们原来都是社会民主党的同志 反而是反目成仇 就是像索尔利新以后就说 他说列宁在为了要讨好德国人 甚至连乌克兰的右派掌权他都欣然接受 但是一旦德国战败了 他对乌克兰的左派也举起了屠刀 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那点实力比比德刘拉的力量少为大一点了 布尔什维克马上就越过了他们承认的边界 把自己的政权强加在乌克兰的兄弟们的身上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向乌克兰发动进攻了 实际上当时苏俄的敌人很多 也还不光是比德刘拉 那么后来协约国支持的俄罗斯境内的其他军队 我们把它同样都称 我们后来按照列宁的立场把这些军队都叫做白军 其实现在看起来是很成问题的 这里我要讲 苏联红军之所以列宁之所以在内战中取得胜利 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其实当时的俄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与红军对立的统一的白军势力 如果有这么一个和布尔什维克对立的统一的白军势力 那红军肯定是打不过的 但是其实问题就在于当时内战的时候是乱世英雄启示方 跟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形形色色的力量 有反对 有反俄的 有反俄的 也有反共的 有反俄的左派 也有那个亲俄的右派 在乌克兰境内当时也有支持俄国 十月革命以前的旧俄国政府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军队 像大家都知道的南俄的那个 南俄的那个白军 包括邓弥金 包括弗兰格尔 是吧 这些人 他们都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活动 但是他们都是反对乌克兰独立的 他们都是要维护旧俄国的 这些人都认为 苏俄 列宁和彼得留纳都是非法的 是吧 他们还是认为那个 十月革命以前的临时政府 是正统 列宁其实都是很伟大的 而那个共产党内的比较温和的人和沙皇手下呢 比较支持宪政改革的人都是坏的 是吧 讲的简单点 就是极左极右都是很好的 是吧 但是温和的左和右都是很坏的 是吧 那么这么个人 这个人就讲 是吧 他说那个 这个人就讲说 当时那个乌克兰境内的一些那个白军 就是那个俄罗斯的白军 实际上也是英雄 为什么是英雄呢 因为他们虽然也反列宁 但是他们都是要维护大俄罗斯的 是吧 那么 当时这些这些人呢 列宁 曾经一度把列宁打得很厉害 是吧 那么当时 苏联红军为了主要对抗他们 又 曾经 到了1919年 又一次跟 那个彼得留纳政府 员合 是吧 派出代表团 进行谈判 因为那个南俄的那些 俄罗斯白军 是吧 就是那个邓尼金和弗兰格尔 都是得到协约国支持的 所以彼得留拉这个时候当时也反对协约国 那么这个时候 列宁就又说 我们现在不要跟彼得留拉作对 甚至他要求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 也要暂时放弃 与彼得留拉 但是一旦 邓尼金这些人 失败了 那么俄国就又发 又对 乌克兰发动 战争 是吧 那么 当时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就是彼得留拉这些人 那么 当然实力还是 还是 还是不行 是吧 那么最后就是他们从乌克兰退到西边 当时西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由乌克兰右派民族主义者建立的政府 叫做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这里我要讲乌克兰的东西之分 一直都是有的 而且基本上是越往西边就越清俄 越往西边就越右 是吧 那个彼得留拉在乌克兰内政中 他是算是左派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基本上也是个左派的共和国 但是同时当时在右边 当时在西边 还有一个得到波兰支持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是吧 这个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和彼得留拉 当时并没有发生冲突 但是都是持那个各自独立的那种那种态度 但是在苏俄的进攻下 那么后来彼得留拉就跟西乌人民共和国就达成一致 两国就合并了 那么合并以后 而且也得到了那个波兰的同情 但是后来波兰自己跟苏俄发生了战争 战争以后就签订了那个礼家条约 礼家条约以后等于是乌克兰的西部和白俄罗斯 西部就划给了波兰 那么波兰也就要求彼得留拉不要再声势了 因为波兰说我们已经跟列宁达成妥协 乌克兰大概四分之三就被苏俄占领了 那么还剩下四分之一和那个白俄罗斯的大概三分之一 当时就归波兰 这里我要讲这些地方在历史上当然也长期归过波兰 因为我前面讲过 那个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曾经势力很大嘛 一直到黑海边上 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也曾经是波兰的那个领土 甚至是至少也是波兰的势力范围 后来是俄国灭亡波兰以后才把这些地方拿走的 包括赫麦尔尼斯基在投向俄国之前也曾经是 那个地方也曾经是属于波兰的嘛 所以等于是波兰服国 波兰在1918年他那个在国家消亡 国家灭亡以后一北 在一战以后 德澳战败 沙俄也被推翻了 那么他又恢复了独立 恢复独立以后 他也要求继承原来的波兰土地 结果因此就跟列宁发生了战争 就是所谓的苏波战争 是吧然后苏联军队一直打到华侠城下 然后被波兰军队打得大败 其中的主力就是那个格萨克的第一骑兵军 是吧第一骑兵军在俄国内战中所向披靡 但是在进攻波兰的时候 在华沙城下和扎莫西齐 这两个地方都被打得大败 就逃走 逃走后来就签订了礼家条约 礼家条约是一个对波兰相对有利的条约 就是把那个不仅允许 不仅承认了波兰独立 而且把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也划给了波兰 就历史上属于波兰的这些地方也划给了波兰 那么这个时候波兰就要求彼得刘拉 不要在中间再生事了 是吧 那么等于就是也是等于算是出卖了彼得刘拉了 是吧 彼得刘拉自己的力量也没有办法跟 跟那个苏俄抗衡 而且在那个那个 而且在波兰做出这样的态度以后 如果他要继续抵抗 那他跟波兰也要闹翻了 是吧 那么他当然只好同意 那么于是就成了流亡者 后来这个 后来这个彼得刘拉就流亡到 从波兰又流亡到法国 最后在法国被暗杀 是吧 现在就成了那个 现在就成了那个 乌克兰的民族英雄 但是这里我要 但是这里我要提到 那个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里头 他讲的就是 保尔 保尔就是一个乌克兰人 但是他是一个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 是吧 那个那么在保尔的那个立场上 那么彼得刘拉这个乌克兰独立的 那个那个乌克兰独立事业的支持者 当然就是所谓的匪帮了 是吧 那么这个这本小说里头 对彼得刘拉的很多攻击 这当然都是基于这个布尔什维克的立场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也是的确存在的 这也是后来乌克兰在西方那里 在在西方各国的心目中 有一个顾虑的一个原因 就是在这个时期啊 以彼得刘拉为代表的 这个乌克兰政府有台游倾向 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里头 也讲到那个所谓的彼得刘拉凶恶的诽谤 杀害了很多犹太人 那个这个小说里头有这样的故事 那么在波兰 在乌克兰呢 这个哥萨克 我前面已经讲过 乌克兰本身就是那个哥萨克人组建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乌克兰现在的国歌 也就是彼得刘拉时代 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里头也讲到我们都是哥萨克人的子弟嘛 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国歌 我后面会把它附在后面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 里头就有一句话说 我们都是乌克兰的 我们都是哥萨克的兄弟 那么这个哥萨克跟犹太人之间是有很深的矛盾的 这个矛盾其实经验在我们的公号里头 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当时的乌克兰人 大家知道他们原来是盲流 后来被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统治以后 他们都处在底层 是吧 然后那个波兰的这个地主和贵族 是吧 他们有庄园 那么他们的庄园中有很多 哥萨克或者说乌克兰人是农民 但是这些贵族本身都不直接管理庄园 管理庄园的就是他们的 他们的那个具体的经营者都是 犹太人 是吧 所以等于是犹太人是直接跟跟乌克兰人是有矛盾的 是吧 呃呃呃呃呃 当时的犹太人并不是庄园主也不是地主 但是庄园主和地主乌克兰人够不着 是吧 他们也不住在庄园里头 那么真正在庄园里头管他们的就是犹太人 是吧 所以那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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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当管家 那么犹太人当管家 当然也是很苛刻的 实事求是的讲 所谓的犹太人善于经商 另一方面就是他们比较苛刻 这个不光是俄罗斯人有这个印象 包括连莎士比亚也有 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个莎士比亚小说里头的 什么夏洛克 什么那些 就是所谓的令色 C皮 那个形象都是被描写成 犹太人的 是吧 那个要说的话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有很浓的 那个反游的特征 是吧 那么再加上 彼得刘拉也是所谓的左派 左派是代表穷人的嘛 所以因此也就有这样的事 的确是 这些事情都是有的 不过这里我要讲 当时站在苏维埃立场的 那一部分戈萨克 也同样是排游的 关于这一点 其实 大概十年以前 中国 我们已经把那个巴比尔的 那个很有名的小说 叫第一骑兵军 翻译成了中文 是吧 那么这个第一骑兵军里头描写的 那个布琼尼的部队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站在苏联一边的乌克兰人 站在苏俄一边的乌克兰人 或者说叫做红色戈萨克 这红色戈萨克也是杀了很多犹太人 当时的红色戈萨克 当时的支持苏维俄的戈萨克 和要求独立的戈萨克跟犹太人都有矛盾 那么这个是使得后来 这里我要讲 这是戈萨克的一个老问题了 一方面戈萨克 我前面讲到 那个盖特曼政治 他就是有这个特点 第一他是看起来他是有民主传统的 因为他从来也不专制 盖特曼他也不是世袭的 是吧 他都是选举的 但是问题是他不承认反对派 是吧 他是要求一致 他是要求一致同意的 是吧 所以他 他好像是民主的 但他却没有自由 是吧 他没有正常的反对派 所以你正 如果你要反对 你就变成武装对抗了 所以乌克兰人往往会很容易出现内部的那个冲突 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跟周边的那些势力往往都是 不管是波兰 是俄罗斯 不管是俄罗斯 波兰 瑞典 土耳其 是吧 都是死好死坏 都是 依靠一方打击另一方 就是 这种状态 是吧 所以不管他对波兰也好 对俄罗斯也好 那个那个 当然还有 那个那个 在西方很有影响 虽然他们这个民族本身是一个 是吧 犹太人在整个东欧 在整个欧洲都是弱小民族 但是 二战以后 犹太人 在西方是普遍得到同情的 是吧 再加上犹太人的确是 经济能力啊 什么各方面也比较 所以犹太人的 那个犹太人的立场也影响到西方的立场 是吧 所以西方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也是有些 也是有些忌讳的 因为历史上他们的那个排游现象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讲 这个所谓的排游也不光是比格琉拉 是吧 哥萨克也都有这种 这种景象 是吧 但是 不管怎么说吧 那么 乌克兰第一次独立 就是这个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最终就很快就失败了 那么 昙花一现 他从 19 1917年10月 就是比 10月革命 几乎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讲 就是彼得溜拉和列宁 是吧 两个人 一个是 俄罗斯的左派 反对沙俄的 建立了苏俄 建立了苏维埃俄国 而彼得溜拉也是反沙俄的左派 但是他是乌克兰左派 他建立了拉达的乌克兰 是吧 一个是苏维埃的俄罗斯 一个是拉达的乌克兰 是吧 最后是苏维埃的俄罗斯 灭掉了拉达的乌克兰 是吧 那么乌克兰的第一次独立 就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总共就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 但是 这个里头 积累的矛盾就很大了 那么从1918年 苏联开始在哈尔科夫 不是 苏俄开始在 这里我要讲 苏联 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是成立于1924年 是吧 所以从1917年 十月革命以后 我们不能说就有就有了苏联 是吧 1917年到1924年 世界上只有苏俄 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 是吧 当时还没有苏联的 苏联是 到了1924年 有四个加盟共和国 那是最初的四个加盟共和国 形成一个联盟 是吧 那才有了苏联 所谓的四个加盟共和国 就是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本身是个联邦 他又跟其他三个国家 组成了一个更大的联邦 是吧 俄罗斯联邦 苏维埃 不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 白俄罗斯 和南高加索联邦 这四个国家成立了苏联 所谓的南高加索联邦 就是后来的外高加索三国 是吧 就是 古吉亚 阿塞败疆和亚美尼亚 那么1918年 当时的苏俄就建立了乌克兰的苏维埃政府 是吧 一开始他设在哈尔科夫 管的地方很小 后来逐渐就打败了彼得刘拉 打败了邓尼金 打败了弗兰格尔 是吧 就控制了乌克兰 是吧 然后一直到1924年 乌克兰作为一个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联手 和其他三个国家联手 组成了苏联 那么这个时期啊 就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乌克兰 从1918年一直到1991年 是吧 就维持了那个那个那个 7070年 70多年 这个时候的乌克兰可以说是既灾难深重 但是同时也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是吧 这应该实事求是的讲 呃 这个时候的乌克兰克的一个过渡是吧 大家知道 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 它是一个国际主义的政党 是吧 它是非常强反对爱国 非常强调 呃 什么国际统一啊 什么世界革命啊 什么把 把那个所有的什么 呃 俄罗斯什么什么都是看着是呃呃 反动的 是吧 当时的白军都是爱国者 而那个呃 Spike 呃那个红军都是呃 至少在白军看来或者至少在协约国看来都是反俄的 是吧 但是他们要对外操张 他们对外操张从来不用俄罗斯呃国家或者说俄罗斯民族的利益这种 他们对外扩张从来都是很 这个就是后来的列宁式联邦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列宁式联邦承认每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 承认沙俄控制这些国家都是不对的 承认沙皇帝国应该解体 承认非英俄 我前面引用的那个列宁的那段话 就是非英俄罗斯的那些地方 都是沙皇侵略扩张得来的 包括乌克兰 包括波兰 包括芬兰 是吧 他们都完全有权利取得完全的独立 是吧 甚至这些民族本身只要求自治 是吧 列宁就开始说你们应该要求独立了 但是他们真正独立以后 列宁又提出 是吧 我们要搞世界革命 是吧 我们俄罗斯不想兼并乌克兰 可是我们俄罗斯的无产阶级 有权利帮助乌克兰的无产阶级 在乌克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或者说叫做苏维埃的政权 是吧 所以他们这个当时 当时那个苏维埃的扩张 是以世界革命为意识形态背景的 是吧 他并不以俄罗斯的名义 他是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是吧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是吧 那么既然是支部就是同治了 那么同治有难吗 我们就 然后你们夺取了政权以后 你们仍然是独立的 是吧 但是独立的 我们党内又是同治 是吧 那个乌克兰共产党 后来一直是乌克兰的 唯一的执政党 是吧 在乌克兰 苏共在乌克兰的那个力量 从来就不是 从来就不叫俄共 是吧 俄共是一直到1990年才成立的 是吧 以前是没有俄共的 是吧 那么以前没有俄共 那么所有其他加盟共和国 都有一个单独的共产党 是吧 其实很搞笑的是 只有俄罗斯是没有的 是吧 俄罗斯的共产党 就是苏共 是吧 那么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 首先是本加盟共和国的那个共产党 比如说在乌克兰就是乌共 是吧 然后乌共在作为苏共的一部分 在加入苏共 可是可是乌克兰号称是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苏联共产党或者说原来的叫做联共部 是吧 我们讲这个党是名字变过好几次的 最早叫做社会民主党 是吧 有的时候又叫社会民主工党 其实这个工党在英文中是没有的 是吧 俄文中有这个社会民主工党这个词 也不只是俄国 在欧洲各国的共产党翻译成俄文 都有一个后面都有个公字 有一个公人字字样 但是在英文中都是叫社会民主党的 是吧 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 后来叫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布尔什维克派 后来呢 那个 后来在那个第三国际成立以后 第三国际成立以后 呃 他就要跟社会民主党分手了 于是 俄国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 就改成了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叫俄共部 是吧 然后成立苏联了以后 又搞了一个传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就是联共部 然后到了19 呃 194好像是1949年啊 那个时候因为孟斯维克早就没有了 所以也就不保留共产党 呃 就不保留布尔什维克这个名称了 是吧 然后一直到19战后才改叫 呃 苏联共产党 呃 他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呃 呃呃 联共部 是吧 联共部下面有一个乌克兰共产党部 是吧 就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那么这个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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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时候的乌克兰 他的政治有个特点就是极其不稳定 是吧 在1918年到1928年期间 呃 呃 克兰共产党的呃 呃 第一书记呃 呃 有的时候叫总书记 呃 一共有十个之多 呃 呃 总共换 总共有13任 呃 呃 因为他同一个人有有的时候他呃 呃 他有几个任期 是吧 而且经常调走了又调回来 是吧 所以从1918年到1928年这十年时间 他就有十个总书记呃 呃 十个人当总书记 呃 呃 一共有13任 每一任只有几个月 是吧 这个时候的乌克兰 那个上 那个乌共第一书记就像走马灯一样 患得很频繁 为什么患得很频繁呢 就是当时呃 呃 俄共正在进行党内斗争 是吧 就是斯大林这一派跟托罗茨基 跟布哈林 跟金乐维也夫加米捏夫 这几派都 那么呃 再加上呃 呃 乌克兰人 普遍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 所以这十年期间呃 呃 乌克兰的这十个呃 共产党呃 呃 呃 这个呃 无各无共的第一书记 呃 其实只有一个是呃 呃 乌克兰人 而且这个呃 乌克兰人在任的时间很短 就是曼努一二世纪 这个人在1921年当了无共的第一书记 但是很快就被调到共产国际去做傀儡 他后来是共产国际的主席 但是大家知道共产国际其实是列宁是那林这些人控制的 他到共产国际当主席其实就是一个虚显虚职 他原来的第一书记其实只当了很短一段时间 那么在这个时期啊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 乌克兰共产党的头头 既不是乌克兰人 同时往往也不是俄罗斯人 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通常都是波兰人 犹太人 当然也有乌克兰人 是吧 还有一些其他少数民族的人 主要就是波兰人和犹太人 为什么是波兰人和犹太人呢 因为道理很简单 第一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包括列宁主义者 最早其实主要是在三个民族中人特别多 就是号称是当时帝俄 当时沙皇俄国多民族国家中的三个共产主义民族 是吧 这三个民族中共产 那个左派共产主义者特别多 这三个民族就是波兰 犹太和格鲁吉亚 那么当时俄罗斯人中 在布尔什维克的高层 在社会民族党的高层中 人数都是比较少的 是吧 那么因此 这个布尔什维克当时的 这几个民族的人都很多 波兰 犹太人都很多 而且 在1920年苏波战争的时候 苏联是向 苏俄是向波兰进攻 结果后来打败了 打败了以后 支持苏俄的波兰共产党人 在波兰都待不住了 于是就都留在了苏俄 那么苏俄就利用他们 去管理乌克兰人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 这个乌克兰呢 主要是由 一些波兰人和犹太人 当共产党的领导人的 那么这些人 尤其是波兰人 在乌克兰当那个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讲 他们等于都是背叛了 波兰的祖国 是吧 然后到苏俄 是吧 然后他们在苏俄 就表现得特别积极 尤其是在斯大林 夺取政权 跟其他派别 进行党内斗争的时候 这些人都是非常支持 斯大林的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些人执政的时期 尤其是一个叫做 科秀尔的人 这个人也是个波兰人 那么科秀尔在 从 从那个 1918到1928年的十年间 他曾经 两次 他曾经三次 在乌共当第一书记 后来1928年以后 他又当第一书记 而且开始了一个 任期很长的过程 从科秀尔开始 从科秀尔开始 他当第一书记 就当了十年 是吧 后来赫鲁晓夫 卡钢诺维奇 什么 后来这些人 当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是吧 那么到最后 什么 谢比尔次基 谢列斯特 这些人 就比较常任 在科秀尔之前 基本上都是一年 甚至几个月 就都换掉 是吧 那么科秀尔 从1928年到1938年 当了十年的总书记 这十年 他是把乌克兰人 害苦了 是吧 他第一 他搞党内斗争 搞得很厉害 那个书返搞了 杀了很多的人 第二 他还 那个 对乌克兰的农民 态度是非常之不好 是吧 就是 他是1928到1938年 当乌克兰的第一把手 那么乌克兰的两大灾难 一个就是大饥荒 是吧 乌克兰的大饥荒 饿死了 当时说 就是苏联时期说 饿死了十分之一的人 那么十月革命以后 不是 乌克兰独立以后 当然就说的更邪乎了 有的说九分之一的 有的说八分之一的 现在这个乌克兰大饥荒 大量的饿死人 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 唯一的区别在于 俄罗斯的普京认为 这是共产党对 苏联各族人民犯下的罪恶 是吧 不是一个族对另一个族的 而现在的乌克兰的主流 舆论认为 这就是俄罗斯人对乌克兰人的 种族灭绝 是吧 那个在2013年 当时乌克兰的执政的那个总统 是个亲俄派 叫做亚努科维奇 是吧 大家可能听说过 这个人在2014年的颜色革命中被推翻了 是吧 给这个大饥荒纪念碑 梅德维杰夫 作为俄罗斯总统 给大饥荒纪念碑 献了花圈 而且好像 我记得好像还是做出了 很高的姿态 类似于那个伯兰特在犹太人 今天被钱下跪那样 是吧 做了很大的 很高的姿态 但是在一个问题上 他们是有分歧的 就是这个大饥荒 是到底是共产党 对各族人民的犯下的罪 还是俄罗斯人 对乌克兰人犯下的罪 是吧 在这一点上 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 其实包括 亚努科维奇那样亲俄的人 当时都是持这个态度的 是吧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俄罗斯人 对乌克兰人 犯下了罪 是吧 但是当时的 梅德威杰夫就已经表示 说这个事情 虽然是历史上 虽然是历史上 一个非常可耻的事情 但是俄罗斯人 本身也是受害者 是吧 这个事情不应该算在 俄罗斯人的头上 是吧 应该算在 斯大林主义的头上 是吧 斯大林主义 是等于是造成了 俄罗斯各国人民的 共同灾难 是吧 不是俄罗斯人 不只是乌克兰人 是吧 但是这个 乌克兰的大饥荒 有没有对乌克兰人的一种 那个 那个种族的 那个情绪呢 是吧 如果你要说没有 的确也有一个问题 你是不能解释的 就是为什么在 在整个这个期间 是吧 我们讲 呃 在那个 科秀尔执政之前 是吧 十年时间就换了十个人 这十个人中 只有一个是乌克兰人 那么在乌克兰 在科秀尔执政以后 科秀尔执政长达十年 是吧 就是从1928到1938年 但是他又是个波兰人 是吧 科秀尔走了以后 换了一个赫鲁晓夫 那么赫鲁晓夫 他是乌克兰 呃 他是乌克兰境内出生的 是吧 我前面曾经讲过 中国人 有些人说 他是乌克兰人 呃 但是他其实不是 他是在乌克兰境内出生的 俄罗斯人 是吧 可以说 一直到1949年 梅利尼科夫 这第一次作为乌克兰人 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而在这之前有一个很短的 就是我前面讲的曼努伊尔世纪 是吧 他只当了一年 是吧 除了曼努伊尔世纪以外 从1918年 一直到1949年 整整31年的时间 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 从来就不是乌克兰人 是吧 那么难道这里头没有对乌克兰人的歧视吗 这当然也是可能说是有的 是吧 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各自理解了 那么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导致了苏联时期 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 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一直都是很不满 是吧 但是应该说啊 到了赫鲁晓夫改革以后 这个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吧 从那个赫鲁晓夫下台以后 从那个梅利尼科夫开始 后来是那个那个基里颜科 谢列斯特 谢比尔刺基 乃至最后的伊瓦斯科 这后面的这几人就全部都是乌克兰人了 但是乌克兰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对吧 以至于后来到了苏联巨变以后 再次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下一个 下一个单元要讲的问题了 也就是和现在的乌克兰关系 是直接相关的 我们下次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